郭台铭连骂果冻都告,西谷媒体的Information说鸿海向苹果虚报雇用员工术,以及在零组件和产品测试时走捷径还不告到爆炸,10月28,2020,郭台铭企业又出名了,西谷媒体一份报道指苹果鸿海合作关系松动,主因苹果大发,鸿海却因利润低而苦苦挣扎,更扯的是,报道说鸿海是过多众策略提振获利,包括向苹果虚报雇用员工术,及在零组件和产品测试时走捷径,你郭台铭因为 网民绩效果冻就告,现在西谷媒体的Information这样毁损你们的商誉,你们不把他们告到爆,你们鸿海集团一千个还几千个律师团难道是吃素的,我们复习一下,郭台铭如何因为果冻告人,新北市一名姚姓男子去年在PTT留言果冻怎么会是垃圾,连垃圾都不如等于,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不满提告公然侮辱,法院认定果冻是指郭台铭,判处罚金8000元,可上诉。我们再看TheInformation怎么报道郭台铭的企业,必须注意的是,这是郭 郭台铭还没卸任董事长任内的是哦,报道里举2018年的iPad Brew为例,指鸿海在为重新设计的iPad Brew试产时,告诉苹果需要若干工作人员,这是鸿海和苹果合作的标准流程,但两名曾负责管理苹果委托专案并协商费用的前鸿海员工透露,为了增加利润,实际上没雇那么多人,报道说,数位鸿海员工表示,鸿海不是第一次这样做,他惯常向苹果要求多余所需的人数,以提振为薄利润,苹果传出曾指控鸿海带谷歌, Google员工参观生产12寸MacBook金属机身的中国厂,该款比电2015年推出,苹果要求鸿海提供保全录影和访客出入记录遭剧,报道还说,鸿海会将属于苹果的闲置工厂设备用在其他客户身上,苹果购买的无线射频测试一具船被用来测试华为的智慧手机,苹果因此对放在鸿海厂房里的设施加强追踪管控,听起来很扯吧,我只听过以前部队会虚报人数吃空缺,没想到鸿海被报道这样搞苹果的钱,而且还 还把属于苹果的闲置工厂设备用在其他客户身上,郭台铭你因果冻就告人,骂果冻会损害你郭台铭什么吗,这则报道才会搞烂鸿海商欲吧,郭台铭如果告果冻却不告The Information说你们鸿海偷鸡摸狗,还保留杀法律追溯权,真的会笑死了,逗号 Blackjack 2020年10月28日,苹果和鸿海关系松动,西股媒体这样说2020年10月28日9点45分经济日报,编译基金金综合外电 西股媒体The Information于27日刊出一份报道,指苹果公司Apple,和鸿海之间的合作关系有松动现象,主要是苹果持续成长并跃居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,鸿海却因为利润低而苦苦挣扎 根据报道,鸿海是过多种策略以提振获利,包括向苹果需报雇用员工术,以及在零组件和产品测试时走捷径,报道里举2018年的iPad Brew为例,指鸿海在为重新设计的iPad Brew市产时,告诉苹果需要若干工作人员